天黑了 我們下山去射箭廣場 看樂團排舞 聽說有群高中生 自主紅葉延峰舞蹈團 在暑假期間靠表演 給遊客觀賞來賺學費 而且團長才十六歲 他還同時兼任舞蹈老師 好 所以你們今天是要彩排嗎 對 你們幾點要彩排 七點 現在幾點了 好 現在也快七點了 已經時間要到是不是 對 團演怎麼到現在沒有來 那邊 在後面等你 對 叫他們來 跪著 看 我們先 我們現在就考驗 團長到底有沒有威信 說服力 如果他叫團員都不來 那我看你這個團長也不用幹了 對啊 直接回家看園兵台了 好 叫一下好不好 走回去叫 你就這邊叫 集合之類的 喂 集合 藍散了 沒有人要集合 陸陸陸續續 看這個團員 一盤散沙 好 集合 集合 好 好 你不要擋住 團長的風火 你 來 這邊 好 你剛剛說團員現在有八個對不對 對 點名幾個 加你八個是不是 OK 好 紅葉原封舞蹈團 2012年成立 全團共八人 年齡平均十五歲 成立原因 第一 熱愛原住民舞蹈 第二 賺學雜費 重點是安排舞碼 平日排練 假日演出 完全是自動自發 沒有大人要求 這麼上進的孩子 就在紅葉部落 他們有這樣的相反 真的是很了不起 我覺得可以搭配 有一些比較現代一點 就結合對不對 對 有一些就是很好 像這樣子 可以拍個阿美組的跳 他們像跳背男組的 這應該是背男組 小君的歌 是啊 但是動作還是很很古 很古的那種跳漢 黃金午夜場 正是紅葉社區發展協會 跟瑞穅溫泉觀光產業協會 一起合辦的假日活動 主角當然就是我們 紅葉原封舞蹈團 由於舞蹈團表演沒有演出費 所以就剩有小費 讓遊客觀賞後自由打賞 溫泉飯店業者也很捧場 主動的把他們的客人帶到現場 觀賞笑天他們的演出喔 紅葉部落真的是很厲害耶 你看有那個小小獵人 又有笑天 年紀這麼小 就可以組團帶大家四處去表演 打工 很棒喔 你會發現到我們太魯閣族的文化 一定會傳承下去 紅葉部落果然啊 年少初英雄啊 是啊 就靠他們了 OK 加油了